哈喽大家好 面前这颗兰花开败了 今天要来跟它换一种种植方法 把它换成这种懒人悬空种植法 我呢很久没有分享这种懒人种植法了 之前有分享过 有网友呢是这样跟我留言的 他说这种方法有点多余 越多花样越是这颗兰花不欣赏 谢谢你的关注 可能呢我们的环境不一样 可能你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不用打理 兰花都会长得很好 但是呢我是养着室内的 加上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季节呢 现在是非常的热 有时候呢一天有几层的大雨 有时是黄色暴雨 有时是红色暴雨 甚至是黑色暴雨 对于一个早出晚归的我 早上出门之前 必须把门把窗关得严严实实的 家里呢就不通风 也很闷 也很热 我的兰花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我必须必须必须折我的兰花 想想还是分享吧 起码可以帮到差不多条件的一些男友们 说说这片叶子 前几天是被晒伤 我就把它剪掉了 当然也可以不剪 但我不喜欢就把它剪了 在上面这条根呢 买的时候就干掉一截 没有理它 它的花梗呢 前几天我就把上班节不要的跟它剪掉了 如何剪花梗呢 今天就不多说 以前讲过 它在下面呢 有两条根 是这样子 买的时候就这样子 可能是以前伤到了 也没有理它 它也没有继续呢 然后呢 很轻松呢 就把水苔拆掉了 并且呢 好像拆得很干净 因为它的水苔原本就有点湿湿的 所以呢 今天不用湿水 就这样子拆的 呃 我们平常买兰花呢 买的时候要检查叶子进步根部 那我们 买回家的兰花 要换盆 要换植料 也是要检查它的叶子进步和根部 或者你养了一段时间的兰花 在拆水苔的时候 也顺带这样子 把它检查一遍 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要马上处理 这个兰花呢 呃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修剪一下根 它里面这一杂根呢 是 呃 以前我也说过了 是它 刚刚还是小苗的时候呢 就包着一些水苔 它是最早的一些根 当它的根开始长多 他们跟它换盆的时候 商家是不会把里面的水苔拆掉的 它直接在外面包一层 所以呢 中间的一杂我会剪掉 接下来呢 我会从这个进步这个头这个位置 把下面这一杂根 跟它剪下来 剪下来以后 我们看看它的最早 最老 最旧的 这些根 这些根呢 在最里面 被水苔密不透风的 这样子包着 就变成这个样子 它还没有开始浮烂 如果蓝原里面不跟它 加足够的多菌磷之类的 杀菌药物 它就会开始从里面烂掉 当它里面的根烂掉以后 就会有细菌滋生 那所有的质料里面也有细菌 外面的根也会跟着 开始腐烂 所以呢 我们买回家的蓝花 等花谢掉以后 就要把质料跟它换掉 根头里里 剪的是健康的出来 就可以了 没有黑点 接下来呢 我把这些可留可不留的根 硕信都跟它剪了 这里呢 有一个黑点 其他的根呢 还行 这个黑点呢 是它以前 在固定花梗的时候 就用我手上这一种呢 雨线这样子擦下去 擦伤了 所以呢 有一个黑黑的伤口在这里 如果它里面没有足够的杀菌的东西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烂根坏掉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检查别的根有没有问题 没有剪到的 不喜欢的 也索性把它剪掉 剪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来开始处理一下 整颗蓝花 这个喷壶里面呢 是我自制的万能护理液 原液来的 新来的朋友不知道它是什么 其实就是蒜子辣椒水 我把连接放在视频上方 你点击视频上方的连接 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介绍了 那我会用这个万能护理液 那我会用这个万能护理液 也就是蒜子辣椒水 对着整颗兰花 喷洒一遍 它的根部啊 筋部啊 叶子上面呢 都跟它喷一次 这个万能护理液呢 可以消毒 杀菌 可以杀虫子 可以预防虫子 然后呢 反过来 叶子正反面 都跟它喷一遍 根部进步 也跟它这样子喷 我以前呢 它的叶子呢 我是用这个万能护理液 清洗过的 但是呢 顺带也跟它喷一点 根部上面喷多一点 然后我们就让它这样子晾着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做这个网 来把它悬空起来 之前最早我是用的这个柱网 柱网的好处是 它的空隙大 然后呢 随随可得 但是它不好的地方就是 很早老化 很快老化 也容易断掉 但这个胶网呢 它就不用于断 你怎么样卷它 怎么样折它 它都不用于断掉 我会把它弄成这样子的 四个三角形 这个是一尺 成一尺的 大小 这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孔太小 然后的根呢 很难从这个孔里面 砖出去 所以呢 你不要把它裁成正方形 或者长方形 你要把它裁成这种三角形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因为呢 我们把它弄成那个正方形 或者是长方形的话 你在卷起来的时候 四周就把它包起来了 它的根呢 就不能自由自在的生长 它就没有那么开心 就没有那么快乐 就像我们人一样 你有一种约束感 就没有那么开心 没有那种快乐 对吧 这样子包得密密麻麻的 它的根就只能在中间长 那我们是三角形的话 我们就把上面两个角 这样子叠起来 这就是下面 它有一个自由的空间 它就会很开心 很快乐 在里面长根 好 我们把容器拿过来 亮一下 它的高度 然后调整一下 这个容器口 杯口 这个位置 再把兰花放进去 比一下 选得起来 你下面还有一定的空间 这个才叫做选空种制法 它的这个容器的边缘 这个位置 刚刚好就行 因为它已经到底 可以支撑 可以旋起来 如果它没有到底 你的容器比较高的那一种 你上面稍微弄大一点 让这个网子 自己 把自己旋空起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 胶铁这个地方 胶铁这个地方 暂时用个夹子 这样固定一下 然后我们再好 才好操作 它才不会移位 先把它拿出来 要把兰花取掉 我们来开始固定 看看兰花在里面 这样待着 这样子 大小的网 在这的形状 刚刚好 我会用另外一个 矮一点的容器 来 辅助一下 你当然也可以用 这种深色的夹子 直接一夹 它就固定了 但是我觉得不美观 所以我会用别的东西 来绑住它 我就不用这种夹子 我用这种线 你方便 有什么方便 你都可以用什么 你线也可以 只要是你方便的 然后呢 我把这个弦的两头 就从那个孔里面 密密麻麻的穿了一遍 把它在下面准备打个结 固定起来 固定了之后 才把夹子取掉哦 现在已经打好了 一个死结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那两条剪掉 你可以把它塞进去 就个人喜欢 好 现在呢 夹子可以取掉了 我们这样子拉扯 它也不会一味了 固定了 就OK 然后再把兰花放进去 好 就是这个效果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些水苔 把它泡一下水 清洗一下 拧得好像毛巾一样的干 准备一点毛线 做些水绳 准备了一些磨肥 就是颗粒的那一种 然后呢 我们把水苔摊在手掌里面 把那个磨肥大概是10克 准备好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水苔上面 然后把用水苔把它包起来 然后用绳子把它缠起来 这就是缠好的样子 这里有两条线 到时候在下面做吸水绳 这就是绳好了的样子 接下来呢 我会用另外的一点线 你也可以继续用刚才的那个毛线也行 但是我呢 就刚好手头上有这种细一点的线 跟那个网纸颜色差不多 然后把它这样绑起来 绑起来以后呢 刚才是四条线 一边两条线 从孔里面装过去 装过去以后呢 两条线这样子绑一下 为了固定水苔的 要把那个水 还调好位置 才这样子绑起来 你可以剪掉 你也可以塞进去 我就喜欢把它剪掉 然后呢 我们要调节那个水苔的位置 这就是调好的样子 刚刚好到那个进步的位置 你进步还有一点点 但还就是刚刚好的样子就行 不要太紧就可以 你那个进步 下面的两条呢 就是变成吸水绳了 这呢就是做好了的样子 下面的根呢 是悬空起来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说日常当中的养护 接下来呢 我们说说养护当中的浇水施肥 我们先来说浇水吧 什么时候浇水呢 就等它的水太干了 我们就可以跟它泡水了 至于用什么水 有的人呢 就喜欢用浸置水 隔夜水 那你平常用灌什么水 你就用什么水了 我用的就是自来水 这个壶里面呢 就是刚刚放过来的自来水 那我就会往里面加水 那水位的高度呢 就是根部的七八分的高度 只要水苔能够吸到水就可以了 那泡水泡多久呢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跟它泡三到五个小时 像我这样子 没有那么多时间照顾的话 我就泡两三分钟 最后要不要把水倒干净呢 那要看季节 看环境 像我们现在的天气 温度比较高 然后又比较闷的话 我就会把它倒得干干净净 如果温度低 然后又比较干燥的话 我会跟它流一点点水 只要不接触到根部就可以 接下来呢 我们说说施肥 多久施一次肥呢 大概是十天八天 就跟它施一次肥 那肥的浓度呢 我们刚才水苔里面不是 加了那个缓施肥的嘛 所以我们的浓度就比较低一些 大概呢 就是介于浓度的四分之一 那泡肥料水泡多久呢 泡肥料水呢 就泡三到五个小时 它才能吸收到 那泡完肥料水之后 要不要倒干净呢 那就把它倒干净 它如果回流一点点 在里面 那就无所谓的 最后呢 我们来说说摆放的位置 放在有闪色光 能够通风的地方就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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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